國民黨其實兩位女性的縣市首長 剛好最近都捲入有關土地的爭議 所以朱立倫還能照著他的三部曲 這樣子進行嗎 因為國民黨黨主席當時在參選的時候 朱立倫的政見講得很清楚 他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之後 他要讓未來就是六都可以拿到三都 那這是他的政見喔 所以六都拿到三都意思是什麼 他必須保住現在國民黨執政的新北跟台中 那他進一步有人說 想要拿桃園有人說想要拿台北 所以不免這些 他怎麼不會想拿台南跟高雄 有有在努力嘛 所以第一步就先去嘛 對啊對第一步他那天選完 他隔天就直接向台南去做佈局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就是說 他這個有沒有可能達到 但這個前提是台中要保住嘛 對 不然老實講朱立倫他參選黨主席的政見 就很難達標 台中這幾天其實在地方 傳得沸沸揚揚是現在螢幕上的這個新聞 就是說黑派放話 年底盧秀燕好看 晃哥你是很資深的黨政記者 你要知道看一個這種放話的新聞 要看記者寫的人是誰啊 陳彥宇他是上報寫國民黨 就算不是一把手 也是前三名的一個新星的記者 算跑國民黨跑得很深的一個記者 他的消息來源絕對不會是綠營 所以是藍印的消息來源 他不是跑綠營的記者 那這個訊息後來我們看到新聞之後 我真的去打聽啊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就是說 在這次中二選區的補選當中 我們外界都認為說 盧秀燕你利用了很多行政的一個力量 去護航嚴家 好像很不行政中立 我們外界看法是這樣嘛 可是沒想到黑派 黑派就是嚴情妖然的派系嘛 然後底下很多幹部啊 是很不滿盧秀燕沒有力挺眼寬恆 反過來 這完全是兩邊不同的想法 簡單來講他認為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說 盧秀燕在最後一刻 才去替他站台說唯一支持 可是這一段過程當中 好像就放著他被民進黨打 那可是更生氣的是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這幾天因為盧秀燕的市政有一些建設 不管說社會住宅啊捷運啊被檢視 那盧秀燕都是用非常快的速度 請局所長出來開記者會回應 對齁 嚴家那個時候違建啊 他都市政府都不講話 然後他們就講了一句話 說 嚴家認為說他們是盧秀燕的朋友 盧秀燕在選舉的時候 不要講出錢出力啦 連他的選舉幹部都進駐啊 可是怎麼好像朋友 他們認為是朋友 朋友發生事情你都無所謂 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很積極處理 然後我後來就問啦 因為老實講黑派 趙欣然更熟 但我總是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講說 覺得說過去這樣的力挺 好像說覺得有一點點不值得啦 那這個當然不免會反映在 就今年年底選舉 雖然說這新聞寫得比較誇張 說給盧秀燕好看啊 要影響他選舉 但我覺得這會影響的事情是 他們挺盧的力道 因為會覺得說冷暖 心知肚明嘛這整個狀況 那最後我要講說土地這件事情 最後一定會變成是這一次 我認為年底選戰的交鋒 焦點 林知廟縣長 雖然說我們無罪推定 現在他現在也無保請回 可是這案子都在調查中 連政署 宜蘭地檢署現在對外透露 就是這個整個案子跟土地有關 那盧秀燕現在最大的爭議點 無論說是嚴家的說違建 嚴家的國有地 嚴家公保地 還是說現在的捷運站 出口開在誰家土地 都是土地的事情 所以居住正義 乃至於到最後就是說 用公權力去給某些人特權 這個事情我認為會是 這場選戰的主軸 那這個主軸如果一打開 我認為會全台遍地開花 你看雲林 你看一下花蓮 看一下其他縣市 這些藍營本來執政縣市 我認為還有很有得看 最近其實很多地方 都有這種土地的爭議 因為我禮拜六 剛好接到一通電話 是來自於厚隆 苗栗縣厚隆 他的龍森村的村長 親自打給我的 因為他們的村是 龍森村附近 是台灣的南瓜 非常重要的產地 那南瓜種得非常好 也得過好幾次獎 可是呢 苗栗縣這種竟然准在那邊 在他們的水源地的附近 設了一個廢棄物的處理場 村民是反對的 上次試運轉的時候 他們村民四死抗爭 結果沒想到業者 請了十幾位安管 他們就帶一個備账叫安管 對村民施加暴力 那在場的竹南分局 他也沒有積極處理 這是村長親口跟我講 所以竹南分局長 你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去問龍森村的村長 有名有姓 龍森村你應該知道 所以這個也是土地 這也是土地 所以我覺得冠田的預測 是有可能成真的 就是說在這種傳統的地方 派系的政治之下 土地是獲得利益最快的方法 那難免就會有一些人 可能會有一些不法的想法 或是做法 那一定會有受害者 所以趙欣你比較了解 台中紅黑兩派 黑派真的會這樣嗎 其實如果說選舉結束之後 任何選舉結束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些基層的朋友 他會有一些落選的情緒 然後就表達了一些意見 但這個是不是代表 意見領袖本身有這樣的意象 我覺得中間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選後之後 所表達出來的這些 我們講說各種的聲音 他會出來是正常的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有一個 我們作為判斷的標準 你必須要過一段時間之後 比如說在之前 大家都會覺得說 傳統這樣定義的紅黑兩派 是老死不相往來或者是對立 可是在後來整個走向 政黨政治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隔閡 甚至有的我們講說 紅害黑派 他還不一定是政黨的分野 有人都說這是國民黨派系 沒有裡面有些成員 他其實是民進黨的 或者是其他政黨的 他只是過去的一個 我們講說在威權體系裡面的 地方選舉脈絡的延伸 但是他已經沒有辦法 一刀切就說紅派就是這樣 黑派就是那樣 他只是一個我們廣泛的分野而已 所以說我們在講 看這個新聞的時候呢 他到底是不是後來是這個樣子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台中市政府以及市長 自己的表現 能不能得到市民的支持 其他的都是一種催化劑 或者是一種 我說如果說他市政做得好 你反對他也不會有太大的效用 因為大家市民心中會有答案 那如果真的做不好的時候 你就算是支持他 你可能也很難去扭轉這個情勢 所以我在講說 這個還是要以市民本位為主 尤其是在直轄市的市民 其實都有自己的投票的意向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當然我們在旁邊看 一些我們說特定的脈絡 他支持或不支持會是一個幫助 但是到最後還是要以市民做決定 另外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傳統去分什麼黑派啊 要支持或不支持 我覺得這個判斷都還比較為市上早 反對